好 学习前章同学 我们这里和来聊一聊锥形渐变 边边上有一个圆 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个渐变背景 渐变背景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线性渐变 就是沿着一条直线的方向进行渐变 第二种是镜像渐变 从某一个点出发向四周进行渐变 第三种就是锥形渐变 沿着某一个环来进行渐变 好 今天单聊这种 锥形渐变的写法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背景 然后使用conic gradient 写法上跟其他渐变并没有什么区别 比方说我们从一个红色渐变到60度 然后黑色从60度开始保 保存 那么又得到了这么一个红色的扇形 如果说你把黑色改成透明色 这个扇形就更加的完美了 如果说你把黑色改成透明 并且给它去掉边框 就可以看到一个纯粹的扇形 当然你还可以继续调整 比方说这个透明色从60度渐变到300度 然后红色又从300度开始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扇形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角度变成一个变量 然后这里替换成一个计算 保存效果一样 是吧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变量来调整它的角度 比方说80度 然后再比方说零度 零度就看不见了 是吧 然后当鼠标移入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变成60度 于是就看到这么一个效果 数标移入 它展开 如果你希望展开一个动画的话 那么你可以再加上一个transition 比方说0.5秒 展开 好像还是没动画 因为这个时候要用到Hoodie的API 我要加上一个property 好保存 这一下 这个扇形的动画就出来了 那再比方说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锥形渐变的做一个调色盘 我们只需要给它的背景加上一个锥形渐变 保存 给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调色盘 这一块设计到一个色彩空间的知识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往前翻一翻我的视频 如果说我再给这个元素加上一个伪元素 把这个伪元素设为 绝对定位 背景颜色给它设为白色 然后呢 撑满负元素 有五个相处的空隙 然后给负元素设为相对定位 好 然后把这个比方变成一个圆 这样子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渐变的边框 把圆的边框去掉 总之呢 这个锥形渐变在很多效果里边还是大家有用处的 用法非常简单 就是conic gradient 就料下这个